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全球的观众朋友 准时收看英元小剧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相当难得为大家请到的是 文学作家夏洋老师 为我们来谈的是 新诗中的台湾想象 非常感恩老师来到节目当中 散播文学的宗旨 感恩 感恩 老师 在新诗这一段 尤其是日治时代的新诗 对我们这个年代的人来说 是比较陌生的 我想因为当年的政治因素 我们在学习的过程里面 都没有学到这一段 所以要特别请老师来跟我们谈谈 就是说在早期日治时代的时候 很多的新诗的作品 以及这些诗人 好 台湾在文学的发展上 因为日本统治 它是个殖民地的关系 所以日本统治时期的 台湾新文学的发展 台湾作家的动态 在我们的教育里面是比较少的 所以一般来讲 我们通常会比较陌生 我觉得这也很正常 那今天我就想说 通过日治时期的诗人 他们对台湾怎么去描述 来做一点介绍 一方面我们通过他们的作品 看看在殖民地统治底下的台湾 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 第二个也通过这些作品 去了解日治时期的台湾文学发展 而我过去也曾经用看见天光 新诗中的台湾想象 来谈这一段 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的是 我做的PPT 那首先我想谈一下 诗跟历史的关系 我们一般来讲 用诗来记载历史 或者用诗来歌詠历史 这个在不同的年代 不同出生的诗人 都经常发生的事情 一个诗人写诗 就跟一个歌手唱歌 或者一个作曲家作曲 画家画画一样 一方面描述他的内在 可是一方面反映他的外在 而外在就是环境跟社会 文学也是如此 那诗也是如此 诗人写诗的时候 未必是我要为别人写 有时候是为自己写 像在唐朝的礼拜 他就为自己 他高兴写就写 可是写完了以后 我们从后人的角度去看他 会发现他写出了 唐朝的某一个层面 杜芙也写了一个层面 王维也写了一个层面 把这些人凑合起来 就是一个唐朝圣唐的状态 就出来了 这就是诗跟历史的关系 所以我也这样假设 我们有没有可能 从台湾诗人写的诗里面 回过头去看日本统治时期的台湾 那以下我想就介绍一些诗人 我们台湾的心思发展 大概在1923年 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是日本人殖民统治了 所以台湾的孩子读的是日文 也叫国语 所以他们都会写日文 那1923年有一位诗人他叫追风 他就写了一组诗 这组诗叫 就是诗的模仿 是用日文写的 那台湾的心思是从这个诗人 发表了这篇作品之后 开始算起 所以我们如果从1923年来算 到现在2017年 也有八九十年的时间 所以台湾诗人通过的 这个特殊的文体 诗 然后因为被殖民的关系 所以使用了日文 开展了台湾的文学 这个也很特殊 我们一般会以为是用中文 结果那个年代因为被投资 所以用了日文 追风的其中有一首叫做 赞美藩王 他这样讲 他说 他在赞美什么 原住民的这个酋长 欢王 就是台语叫做欢翁 是 那在日本统治年代 当然不像今天叫做原住民 酋长就叫欢翁 可是更重要的是 我们在看这一首诗的时候 会发现 这个追风 他写原住民的部落 社会 他充满的赞叹 表现了这个追风 对于受到外来统治 殖民创况下 人民缺乏自由 没有办法像原住民社会 那样的自由的一种想象 而且里面说 你能望你所望 你有你的希望 你想希望什么 你就能做什么 你能爱你所爱的人 的那种自由 对殖民地的人来讲 是值得向往的 是 可是好像在日治时期 是 追风所看到的 好像只有原住民社会才有 所以他写出了这样 那同时也反映了那个年代 台湾人 受到压制 思想 言问身体 可能都不自由的一个想象 追风有另外一首诗 这另外一首诗叫做《煤炭寿》 他说 在深山深藏 在地中地久 给地热熬了数万年 你的身体涌黑 由黑转冷 转红就熟了 燃烧了融化白金 你不想留下什么 这个诗我觉得蛮不错的 表面上它写的是煤炭 可是实际上 它是用煤炭产制的过程 被挖出来的时候 是黑的 然后要送到炉中的时候 转成红了 那转红就热了 一方面看起来是煤炭的过程 可是一方面它也转育了台湾人 被殖民的时候的历史截烂 也被烧过 要烧过之后你才能破涌而出 像这样的诗 是在1923年就写了 可见1923年这样一个阶段里面的 台湾文学 它已经非常前进了 非常进步了 追风本身也是一个左翼的文人 那大概是20世纪初期 全球的共同风潮 对马克思主义 对社会主义 比较进步的人青人怀有梦想 那它因为站在这样一个角度 所以它看到的是什么 是那些弱者 原住民 被殖民者像煤炭一样的 脱钢这些比较弱势的人 的那种精神 也从悲哀当中去写出它的精神 那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是这个帝国主义殖民下 1920到30到40这个阶段 都是日本人统治 这个阶段的台湾人 他们对自己的身份 对自己的处境 他抱持了什么样的想法 他的内心里面有什么样的痛苦 在这个诗里面可以看得出来 那接着我想我们还可以介绍 另外一位诗人 他叫王白渊 王白渊也是一个左派的知识分子 那他喜欢美术 他是台湾美术史的创建者之一 那他这一首诗 我觉得非常喜欢 这首诗叫诗人 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 墙威默默盛开 在无言中凋谢 各位看这个诗 三段第一段描述诗 诗人跟墙威差不多 第二段说诗人就像一个禅 夏天的禅 那第三段诗人像月亮 秋天的月 你会注意到好像少掉一个东西 冬天 那为什么他不谈冬天呢 因为他认为一个伟大的诗人 好的诗人 他应该带给人的不是雪 他应该带给人的是什么 是美丽 墙威 应该带给人的是勇敢正直 像禅一样 不甘 不默默 不断地为不平的事情发生 也应该像月亮一样的温和 要照亮众人的心胸 你看这样 他这个诗人的格局就非常地高 各位想这是1920年代 离现在快一百年了 九十年前的诗 那诗人一方面是我刚刚所讲的 可是他同时也是 当时日志时期 台湾新诗的诗人 他们共同地想象 因为殖民帝国底下 台湾诗人他的吟唱 可能也不被听到 可是他却有一颗心 觉得我应该像秋天晚上的月亮 要照亮那些在暗黑中的人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胸怀 这样的一种抱负 是值得我们去感念的 那这个都是日文书写 1920到30之后 没有中文书写吗 有的 那时候叫汉文 汉文 他也在1924年就开始了 当时有一位诗人叫张罗军 他到中国的北京读书 那个时候叫北平 然后看到了五四运动 中国有五四运动 胡适 陈独秀 非常像话 所以他也就开始用中文来写诗 而且他希望台湾的文学界 也要抛弃掉一些 像胡适一样反古典 要开始用白话来写作 1919年五四运动 中国文化新思潮 第一次大战结束 所举办的巴黎和会 要将中国山东的主权 让给日本 为了抗议北洋政府态度软弱 北京大学学生 包括罗嘉伦 傅斯年等人发起五四运动 迫使中国代表 没有在合约中签字 从此 五四运动所提倡的新文化运动 对中国教育 文化 以及政治经济 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张罗军当时写了一本诗集 是台湾的第一本中文诗集 新诗集 叫做乱渡之链 除了张罗军之外 到了1930年 当时台湾有报纸 叫台湾新民报 那台湾新民报 有一些副刊 副刊里面也刊了很多 用汉文写的新诗 所以一时之间 也出现了不少 非常优秀的诗人 比如说像赖和 杨首宇 杨华等等 他们都同时 跟这些用日文写诗的人 互相较劲 换句话说 在1920之后 台湾的诗人 有些用日文在写诗 有些用中文在写诗 这是台湾新文学 比较特殊的地方 假如我们看中国新文学 会发现都是中文 它不会有其他的语言 可是因为台湾被殖民 所以增加了这一个 那中文的部分 我想用赖和做例子 赖和是台湾新文学之父 它的小说 想一感秤载 很受重视 那他写诗 写的一首非常有名的诗 1930年的时候 台湾爆发了误涉事件 10月27号 1930年 赛德克族抗日 误涉事件 在莫娜鲁道的带领下 赛德克族人 在日籍人士的运动会中 起义抗日 史称误涉事件 写了一首叫做南国哀歌 在这个诗里面 他揭发了日本统治者 屠杀当时泰亚族 现在不叫泰亚族了 叫赛德克族 现在叫赛德克族的原住民 日本殖民者 对他们暴虐 所谓暴虐就是说 不只是派军队 同时用毒气 用瓦斯 所以这样一个状况 就引起了全球的瞩目 当时是1930年 这是全世界的国际新闻 那奈何在这个诗里面 除了表达他的不满之外 他还多次要呼吁 他这样说 说来和他们一拼 兄弟们 凭这一身 凭这双腕 就洋溢着反抗 的那种凛然的感觉 所以在这里 我们也可以看到 日日时期 台湾的诗人 面对着日本人的诗政 面对着原住民族的悲哀 也一样的同感 愤慨 好 奈何之外 其实日文 中文 还有台语 这个是到1930年 1930年代的时候的台湾 进入了一个比较 因为文官1920开始投资 就是五官不见 文官的投资到1930 台湾的社会相对的比较自由 那当时左翼的政党文人 报纸蛮多的 其中就在1930年的时候发生了 《乡土文学论战》 有人主张使用台湾画文来写作 台湾画文四个字 用台语练就是台湾画文 就是用台湾画文字 用台湾画来写作 那其中有几位比较优秀 那我今天介绍一位 他叫杨华 杨华写了一首诗 为女工来写 1930年代的台湾 因为日本是军国 但是他同时又是帝国 又是资本主义国家 所以1930年代台湾已经现代化了 当时有很多工人 那杨华怎么描述当时的工人呢 他用一个女工来写 用台语形 这很特殊 走走走 滚到香这工程去 天门缩缴缴不得着去 才在想了月更去 想回去 月又惹歇 又惹来地 不回去 早饭月价 再来扛去 这时候 情悄悄路上无人来去 凉清清 风促买离 风修修 凉头修起 秋色色 月价华在秋季 但了但替门拥开 准准生风 卡丁病柱 凉啊 凉啊 但这一 咖叫 手叫 难得几次 但这一 新冠立皮 一等到月露 几体 各位在听我练的时候 会发现这个台语 好像很文言 没错 这是比较早期的 文言式的台语 杨华 他是一个 找咬的诗人 他三十岁的时候就上吊自杀 因为他写诗 然后他当汉文仙 汉文仙 然后开诗俗班 教小孩子读汉文 但是日本到一九三零年代的时候 改变政策了 他开始要消灭这些书房 而且他的小学教育 也已经比较健全了 所以很多家长也把孩子 不再送到私塾里面来了 不再送到书房里面来了 这时候杨华就没有生意 他就没有学生了 贫 病 交迫 到最后上吊自杀 可是我们看他写的这一首 女共悲曲 你会发现他对这些女工 抱持多么样的这种感慨 他看到了当时工厂对待 女工的那种也可以叫做残酷 所以他用悲曲这两个字 那我们看到这些女工 为了要上班要打卡 结果太阳还没亮 他却被月亮骗了 他以为天亮了 所以就赶到这个工厂去 结果天还没亮 所以非常冷 他就写这一首 那其中有一部分 刚刚我念的那个 这四个句子 也暗示了当时台湾人的处境 每一个字都有写 每一个句子都有类 这是杨华 所以我们看日志年代的这样的诗人 有日文写的 中文写的 台湾话写的 我们就可以发现 原来我们所不熟悉的 1920 30 40年代 台湾的文学已经存在 台湾的诗人当时已经通过他们的诗 来表现出殖民地台湾人民共同的苦难 这个阶段我想日本统治年代的这个阶段 我们还有很多诗人 但是这几个 我刚刚介绍这几个 它是具有代表性的 我很感动 因为我妈妈 我外婆 外公 就是生长在这个时代 这样 是 所以讲的时候 我会很多的一些感动 会想到我妈妈那个年代 他们所受的苦 必须要接受 被要求要使用国语 就是日文 是 那日本人是一等国民 是 本省人二等国民 原住民三等 有阶级上的差异 是 非常感恩老师来为我们介绍这一段历史 从这个日记时代的诗人 可以反映出整个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轮廓 对我们来讲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认知 我们要非常感谢老师 来为我们介绍 谢谢老师 感恩 谢谢 Значит 为白云遍遍遍 飘过平原 飘过高山 飘到你的头顶床前 默默地投给你 我那爱的诗篇 一千遍 一万遍 还我的思念 未来心点点 闪在黑夜 闪在凌晨 闪在你的眉睫毛巾 轻轻地弹给你 我那爱的情节 一千遍 一万遍 一千遍 我那爱的情节 为山花朵朵 开满山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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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万遍 一千遍 一万遍 霓山谷 一万遍 这一千遍 没水 美墨 美墨 跟玖 非常感恩 老师 感恩 感恩 谢谢 谢谢 这真的是亏不为五年 你跟阿丹师傅两个人的创作 对 这个《默剧五色》呢 其实我们在心中酝酿了很久 因为其实在几年前 我们想要 以我们自己的作品来说 其实我们算是有一个 叫做创作上的休息 但事实上呢 在工作上是完全没有停的 那这个周年是希望能够 把第二代能够培训出来 但是对我跟阿丹师傅来说呢 其实我们心中一直在酝酿 就是下一个星座 那在酝酿的过程当中呢 这个竟然就在 我看算一算 我们遇到熟灵已经有快四年了 有快四年了 所以你看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们就开始酝酿这个作品 是 所以这个《默剧五色》呢 就是在遇到这个熟灵之后 我们就突然间事情都明朗了 我们在心中就开始 筹划了这个作品 是 所以等了很久 等很久 好戏都要多磨的 都是他们来的 听说你们见了面以后 就是一见如故 就生命当中有这么多的 类似之处 然后有这么多的撞击 可不可以谈谈 你们什么相识 我们那时候相识的时候呢 就是觉得说怎么那么像 两个人对生命的艺术的态度 我那时候给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那时候蓝姐呢 她问过我一句话 她说 索林啊 我觉得呢 我们以女人来讲呢 我们两个够勇敢 那也够认真 可是呢 你有没有思考过一个问题 就是说呢 为什么我们的考验永远考不完 她一问我这个问题呢 那我就跟她讲 你问这个问题 我问了自己快六十年了 暴露自己的年龄的糟糕 你把我们两个都暴露出来 对 你是姐姐 我是小妹妹 我还是姐姐呢 我就说我这个问题 问了自己将近快六十年了 我到最近才找到标准答案 这个标准答案 是让我可以走下去的答案 就是我们两个都太优秀了 是 我就这样回答她 然后她就说 我们真的这么优秀吗 对 说我们考这笔别人难写 但是呢 难行人行 那怎么办 我们一起走吧 两个很感性的一个 相知相惜 两个感性 所以那个时候当下 我就问她说 你是几年次 我几年次 当下认妹妹 对 我就叫她姐姐 她就叫我妹妹 是 所以这是很美的一个 就是偶遇这样子 那第二次呢 后来为什么会成为 这个墨具武色 那时候就说 蓝姐她就邀请我吃饭 那时候 那想说艺术家第一次跟人家 最好的礼物 就送了自己一本画册 他一打开 我们两个抱着笑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抱着我笑 她说原来我跟阿丹师傅 创作一个墨具武色 原来我觉得很棒 总觉得少一点东西 原来都在你身上 对 就是这样子的缘分 对 那时候我们看到 那个画册武色 因为墨本来就讲一下 是一种颜色 不管它的深浅 讲一下就是说 就是一个黑色 只是有深浅的关系 可是像那时候 阿丹师傅就说 本来她看到墨具武色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也是 她那个时间就参加了 董阳兹老师的 老庄说的那个书法展 她在里面看那些书法的时候 她也看到说墨这个颜色 是一个颜色 但是董老师也在她的书法的 这个笔运当中 看到好像这件事情 它是有一个层次的 那她回来就跟我在谈到 就是说她突然就悟到 就想到就说墨这个颜色 应该不是只是一个颜色 实际上它是多色的 可是在我们的生命道理当中 其实一就是多 多就是一 也就是说事实上 她在那里面想到说 那我们如何去传递 如何把这个好像就是 墨这样一个单色的这样的事情 能够再把它表达到生命的意境 而能够看到生命的气象万千的这种变化 是 那可是事实上最后又跪于无 就有无之间的这种 好像事实上讲起来 都是在一个一样的东西中间循环 那黑就是白 白就是黑 那多就是一 一就是多 对 所以当她摊开这个画册 我们一看的时候 我们就说 阿坦 你看 这就是墨具五色 所以我们就突然间找到了 那个整个作品的出口这样 是 要走 来往往往 站一对 让我台湾 Incr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师 那您怎么样去结合这样子的一种跨媒材的合作 就是怎么样用音乐鼓声 还有它的这个泡沫画 是 我们往常其实Yo的作品很强调的是人的力量 所以我们很少用很复杂的道具 或者是我们不用很繁复的颜色这些的 但是这次的时候我突然看到说 原来这个颜色之间它所归你的力量 也是原来我们讲的这个简单素朴的力量 所以我看到那个画图 我说这真的不是脑袋中说 我想要怎么去安排 怎么去布局 怎么干嘛 而不是 是一个泡下去之后呢 让它走 你知道 真的画那个颜色跟颜色之间进去的力道 有时候是那么强大一个力量进到下一个颜色 后来你发现它变成了另外一件事 所以它是有很强的位置性在里面 很强 对 因为你泡下去你并不知道 它会如何去流动或走向 所以我们在作品里面 我们也希望说从把这个过程的力量 就是等于说颜色之间 它们在走的这个过程 也可以跟我们的音乐 可以跟我们的身体的动作之间 然后整体的合一进去 所以它其实是很大的新的挑战 是 老师是不是也跟我们来谈谈 《泡彩》 其实也是你在29岁之后才重拾画笔 也是经过了生命很大的一场磨难之后 才开始决定我要重新走向这个艺术的类别 可不可以跟我们来谈谈这个因缘 其实严格来讲就是说 我从小对美的东西我就特别的敏感 也很喜欢艺术 可是因为环境的因素我没有机会 直到我们整个家族移民在西雅图的时候 就刚好那时候就一个大考验 但是原来回忌就是转机 我那时候我把心静下来思考 我生命中我最珍贵的是要的是什么 那当然我热爱生命 我也热爱艺术 所以说我那时候我把心静下来 我就开始寻师之路 就寻找老师了 那我生命中我第一个收藏的老师的画作 就是岭南大师杨善生 结果因为老师那时候他移民温哥华 那我们移民西雅图 开车两个小时而已 当然我就去见了老师 我觉得大师就是大师 他就当场拿毛笔你知道吗 他就划了一条线 他就问我 你看到了什么 我就跟老师讲 我说老师这一笔下去 我看到了轻重缓急 老人家很开心 他知道我的用心 然后当然我也带了一些作品给他看 那时候我是自己创作的 他看了之后他就跟我讲一句话 他说一个画家必须具备两个特质 就是天分加努力 你都有 但是我发现你还有别人没有的东西 你胆子够大 因为你生命的历练太丰富了 很多事情我不像是个女孩子了 就很像男孩子的个性 他说你有这个特质 你做自己 他就给我指点我的路 他就说你可以把我的化学一模一样 可是那是我的影子 可是你明明可以做自己的人 他就叫我回去思考 那我就思考两个人 赵无极跟朱德群老师 从此我就背着画 我到法国去找两位老师 这就是我的寻思的一个过程 是 听说你决定要做这个泼彩画的同时 你得了子宫进来 对 那对你来讲是很大的一个 生命的一种打击 当然 是 因为那时候的孩子 两岁 四岁 六岁 刚移民去 那时候二十几岁 台湾还没有劳健保 也没想到这么年轻 那我也很幸运 我发现得早 但是我是觉得说呢 透过修炼啊 我发现我好感恩所有的发生 今天没有那些发生呢 我人生不会这么地精彩 因为病了之后呢 我就重新把我的人生全部改观 我就每天我就是创作 因为这是我想做的事情 是 后来我才明白原来艺术是疗法 当然就是很多的疗法 音乐是疗法 所以说我真的充满着感恩 能够在艺术这条路上 真的好感恩啊 是 其实我一直很好奇就是说 画作跟不同的 比如说音乐啦 剧情啦 或者说击鼓啦 这些所有的元素全部集合在一起 你们中间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 磨合的问题 或者怎么样去解决它 或者是怎么样去柔和它 我知道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这个元素就是说人的力量 在这个舞台上面的时候呢 你所有其他出现的事情 进来之后呢 第一个它必须是相加的 它们加了之后变成一个一 那但是呢 我觉得淑琳的画呢 它不是只是一个 搭配我们去做的效果 因为我看到它的画作的时候呢 我觉得这个画作它本身 它有具体的力量 所以我也一直在希望 在这个作品的过程当中呢 当我们出现我们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呢 是能够具体地将这个画作呈现 那所以是一个画跟优人神谷的 这样的一个音乐 跟的是你的结合 那也就是说它在出现的过程当中 它不会是变成很复杂的一个状况 那这也是跟优原来的某些 你知道就是我们希望传递的 那个内在精神的 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无论如何 今天就是说它出现了第三个美才 你知道就像作品里面 你有音乐 有肢体 有这些不同的这种灯光啊 什么之外 那你今天出现了第三个 所谓的艺术的美才 那这东西如果加进来 那因为现代的很多 多媒体啊都进入了剧场 那但是我们真的不是为了 要让它复杂 或者希望它出现特效 而加进多媒体 而我们是真的觉得 这个画作跟优的精神 是同意的 那所以这件事情的 如何能够这样子呈现 这个转合当中呢 我想朋友们如果真的想知道 就亲自来看一下 是 是 我们是在四月十五的时候 在台中歌剧院首演 太好了 然后之后到二十一二社到高雄智德堂 然后在五月四号的时候 四五六七的几天回到台北国家剧院 是 柯老师也是在四月份有画展 对 四月二十一到三十 在国副纪念馆 而且是同系列的作品 同系列 就是这个墨具舞色同系列作品 这样子的展现 因为这一次我一个很感动就是 等于是艺术跟艺术的冲击 然后再交融 可以讲说是纯粹心灵艺术的结合 是 我觉得这是更感动的地方 因为彼此对生命的艺术 都是有很不同的体悟 是 来鬘 来吧 没来吧 你 不要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两位真的是够认真 够勇敢 也是非常的优秀 没有 优秀不敢 可是能够成为如此的优秀 其实我相信一定经过生命当中 很多的一些磨练 也有很多的一些孤独 是自己必须要去独自品尝的 所以在这个艺术和修行之间 其实我觉得你们天天都在面对 天天都不断地去问自己很多很多的一些问题 所以老师要不要跟我们谈谈 我想你这一路走来 很多人你培育了很多很多优秀的艺术家 很多年轻艺术家 大家都非常感恩你到节目里面来 都跟我们谈 刘老师 所以跟我们聊一下 就是说你从入室出室 又再入室 在山里面闭关打鼓 然后到印度去闭关修行 然后到监狱里面去教学 走到学校里面去 然后去做公开的这个表演演出 你跟我们谈你这个艺术跟修行之间的关系好吗 我后来也发现 就像我跟阿丹师傅 我们两个人真的叫做 好像就是那个太极的那个两个 完全不一样的那个特质 那但是在完成一件事情 那就像优的作品 那这个优的作品里面 我们两人那是缺一不可 当然我们现在又有了第三只脚 那个顶就出现了这样 那我说我们两个 截然不同的这个特质是什么呢 就是其实阿丹就是黄志群 他是一个真的就是 真的就是很清楚每天的作息 他早上几点起来打坐 开始他要开始工作 开始练身体做什么 他就像他也不出去 有太多的这些公关 或者是参与各种的一些活动 那我就发现我自己内在 当我开始要往这方面走的时候 可是我心中会有一些 我讲的就是那个顾虑 所以我会让我自己看见 等于说在我自己的心中的这个状态的时候 我会更容易看见周遭发生的事情 所以这周遭发生的事情一直就是说 我就会去做一些跟外面的事情相关的 最后我就知道就是说 其实生命的道路除了自己之外 那其实你要知道每一步 比如说我们生命中的每一步 它其实都是我们修行的养分 我想这个就是我遇到苏妞的时候 他也在他生命的这个坎坷的 不管是对自己的身体或者是绅士的 这种过程当中 而他也是 你只有一个当下面对 你面对你就接受 可在那个当下面对的事情的时候 他就是一次修行的机会 所以我一直觉得说 就像遇到这些更生年轻人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最大的 讲讲就是说 生命过程当中 你很想做一件事 可你发现竟然这么困难 在那个困难当中 当你不断地接受的时候 后来就发现原来真正 我们真正的贵人就是他们 使得我也反而透过忙碌的生活 透过这些 你一直面临到的不同的事件 而且发现好像那个内在的这个转变 你就在每一次每一次事情当中 它反而更有一些稳定性 那内在也会更放松 好像我们真的想去坚持什么 后来发现你不用坚持了 天天都在变化 是 但是我仍然非常地感谢 我的生命中的这个伴侣 就是如果你在这样的变化中 一直走 但是没有一个东西保住的时候 对于想要去做任何 它可以长远永续 或者是传承的事情 它就很难的 很难会有一个基石在走 所以这也就是 刚好它一个算是一个静 或者一个洞之间 但是我们两个人 共同在这样的情况下 把幼人神谷这样子转起来 那同时也把他的作品 从这个角度当中 也在带向他自己的一个格局 那但是话又说回来 其实我们真的也 也就不过是 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而已 我们也没有一个人 可以真正地说 我今天就可以撑起天下 我今天可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 你再优秀 你还是需要别人 是 然后想说这个状态 也就让我觉得 似乎修行的道路 就在真的就在生命的当下 是 我想让阿丹师傅今天如果来的话 他也是同样会非常非常感谢你的 对 真的 真的就像你讲的 是 苏林老师那你要不要聊聊 就是你觉得艺术和修行之间的关系 我个人觉得 我觉得艺术就是修行 修行也是艺术 因为我们从修行 简单的字面上来看 就是第一个 先修正自己的行为 修行 但是呢 一个我相信每个修行人 他都所追求的 就是一种自在解脱 对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美的艺术 为什么呢 他除了自己解脱 他如果比如说 用一句很慈悲 很有智慧的话 可以影响别人 也帮助他们 也得到自在 也得到解脱 我觉得这是最美的艺术 那艺术呢 其实为什么也是修行呢 我觉得说 其实我本身来讲 算是一个艺术家 可是我觉得呢 最伟大的艺术家 应该是大自然 比如说我前一阵子 孩子带我去大峡谷 没有一个画家 可以创作出这么样的一个 你从这个直升飞机 这样下去看 太震撼了 所以我个人呢 我深深地感动 就是我觉得生命中 最伟大的艺术家 应该是大自然 那这个大自然呢 我个人来讲 我很喜欢体会 比如说我喜欢看虚空 我认为虚空就是一个很大的艺术家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西雅图 每天那个夕阳是霉幅画的 每天的变化不一样 可是我就静静地看着它 你看呢 虚空中包含着山河大地 也包容着各种颜色的彩下 它不只包容还让它们灰影 可是它不只包容好的 比如说我们狂风 暴雨 闪电打脸 也是在虚空中 是 可是这个伟大的艺术家 她的心态 她没有障碍 她还是虚空 所以我觉得说呢 这个艺术呢 也是一种修行 是 两位老师要不要为我们谈一下 你对墨剧五色的期待 很期待 对 其实真的非常期待 因为就像我说 其实当我们在生命中 有某种共同点的时候 而那个力量的进来 就好像是 又从你自己本身的语言 又更深入进去 我也真的觉得 墨剧五色这个作品 也好像是 用这么长的时间 从一开始做 《听海之星》 《金刚星》 《时间之外》 这一系列作品当中 在墨剧五色的时候 我发现它 它进去了一个 就像我们当初的初心一样 它回到了一个 非常简单的这件事 可是这简单的这里面 它今天却又是原来 又是现在这个时间的 直接的终点 它就把当初的 最开始的初心的源头 跟我们走到这么长时间的 最后的这个终点 而就突然间接在一块 我觉得对又来说 是应该这么多年下来 一个非常重要的作品 是 老师有没有什么 在最后要分成的 我个人 就是刚刚我就讲了 我非常非常地期待 我们希望有缘的观众 看到这样子的作品 除了看艺术之外 也该看到我们心灵上 对生命艺术的一种 追求已超越 希望让这个世界 能够把这个爱与美的东西 包括身心灵的这种善 能够散播在各地 我觉得这样的艺术会很美 是 我们要非常谢谢 两位老师 在节目当中来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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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们的节目时间到了 我们要非常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更要感谢的是 潘导波 电台现场 所有的工作人员 艺术小剧 我们下次再剧干 《生命艺术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